piky 哈嘍大家好我是Pitcher 今天的影片比较特別是一個全新的單元 就是跟我一起逛網拍還有開箱試穿 然後讓你們看看我在逛網拍的時候 我都是怎麼挑選我喜歡的衣服 比較不容易採 motivate 我現在呢 已經擺好的電腦了 在這邊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好 我今天要逛的網拍網站呢 是這個CodyBook 有點像集結韓國各大網拍品牌的一個購物網站 然後裡面都是一些蠻知名的品牌 像是我很常 像這個From Beginning 就是韓國蠻知名的網拍 很多韓國代購啊 或是韓國連線都會帶他們家的衣服 或是像Ben Haru 或這邊 Once More with Moment 這些是比較知名的 但其實除了這些品牌之外 還有一些是 再小眾一點的牌子 所以這個網站其實裡面韓國的衣服品牌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就有看像From Beginning好了 他們這一個CodyBook的網站裡面 上的衣服真的是 現在From Beginning最新款最新款的衣服 像這幾個 我自己都有稍微在From Beginning的IG上面看過 很多都是很新的款式 然後這個CodyBook的網站 它就是屬於有一點像韓國網拍的集結集運的感覺 上很多品牌嘛 那你在裡面可以一次購買這間品牌 它會統一幫你出貨 就不需要自己找代購或是代運 還要從每個韓國網站這樣挑 我今天就是想要在這個網站上面買衣服 然後他們是有免運的 好像滿多少金額會免運 我等一下看一下 我在拍這個影片之前其實就已經有關過他們家的網站了 我覺得他們進的衣服真的都 就是可以滿足到非常多人的需求 它不是只是單一個風格而已 它會進駐很多可能酷帥啊 或是俐落一點的風格 甚至是甜美風都有 然後他們家還有特別的一個功能是 像你們看這邊 這個區塊就是它會幫你搭配好 或是像這裡有一些主題 母親節特輯 還有上班一週穿搭 這樣在你搭配的時候 如果你某一件衣服不知道怎麼搭配的話 是可以直接參考他們整套的搭配的 像這樣子 假設我比喻好了 假設這件這一套穿搭 然後裡面的牛仔褲我已經有了 那我就可以再選它這一件上衣 這個色系搭起來就還滿好看的 因為這個小花 這是小花吧 小碎花的藍色跟牛仔褲的顏色有對到 我現在看到他們有一個主題是 說走就走的旅行 這其實蠻能給 如果你對於穿搭沒有什麼靈感的話 是可以給出一些靈感的 然後你可以看它搭配的衣服裡面 有沒有什麼是你缺的單品 那你再去從你缺的單品中 就是下手你缺的那個單品就可以了 就不會一直買重複的衣服 喔這個洋裝很可愛耶 我最近一直喜歡就是一直想找這種 外搭的背心洋裝 然後裡面又可以搭像我這種薄透膚襯衫 甚至是短T 因為夏天搭配這樣會比較有層次感 但又不會太過於熱 然後下面搭配個原本自己就有的小白型 你看前身牛仔褲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這樣的搭配裡面 其實你只缺了這一個 外面這個背心洋裝的單品 是Free Size的 側邊是這種綁帶 比較有造型感一點 這件我就可以加入購物車 先加入 或是 或是如果你有特別想找什麼品牌的話 也可以直接收品牌 我想要看 From Beginning的 其實我比較認識的就是這個品牌 這邊自家From Beginning他們的Model 長得非常非常可愛 就是這個Model啦 這個Model長得超可愛的 我跟你說這個Cody Book這個網站 真的可以逛非常非常久 我前幾天只是稍微看一下 就逛好久了 而且我前幾天先看 到我現在拍又隔了幾天 然後他們好像又有上新品 就是他上新品的速度非常快 幾乎是韓國那邊有上新 他們就會上新 我現在逛到From Beginning這一套 我覺得蠻好看的 這個是我的菜 這個花朵比較年輕 比較可愛一點的類型 這套很好看耶 這個襯衫 然後袖子有點 砰砰袖的感覺 給你們看一下 他這件還有其他顏色 這個深藍底的 還有紫黃色 紫黃色其實也蠻好看的耶 好我覺得我還是挑 我第一眼看中的這個 黃藍粉配色 再來我想要找這個 他剛剛搭配的這個綠色寬褲 褲子感覺 感覺還蠻挺的 然後全長97應該可以 全長如果到100多的話 才會對我來說太長 但我想看一下洋裝好了 感覺可以來買個洋裝 這一件好可愛喔 藍紅色的花羊 這個花朵很好看耶 一樣是這種澎澎秀的類型 雖然浮誇了一點 但是就是我喜歡的浮誇感 是這一件耶 欸這一件我在之前那個 Mall Korea韓國代工那邊 我看超久的 竟然有 價格好像差不多 那時候他好像也是賣六七百塊 這個我之前就有存在我的手機裡面 手機的相簿裡面 我決定我要入手他 這邊還有像這個Delight 這一區好像是現貨區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快速收到的話 可以直接從這邊挑 我覺得我現在選的差不多了 其實你們看到片段只有這樣 我剛剛已經逛超級超級久了 給你們看一下我現在的購物車 我選了四個品牌 From Beginning的選了四個 這個洋裝 Ben Haru的我選的 都是偏洋裝類的 再來WithMoment這一個洋裝 還有最後一個 稍微個性一點這個 Vanilla Milk的紅色上衣 那接下來就等收到貨之後 再來跟你們實際開箱和試穿 掰掰 歡迎大家 我來更新了 我已經收到包裹 然後你們看我現在已經穿在身上其中一件了 我當時是4月29號訂的 然後大概是5月10號到 大約是一到兩週的時間 所以其實這個寄送的速度 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甚至比很多韓國連線都還要快 好然後我現在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我覺得我這次買到的東西 我都很喜歡 我已經先拆開來試穿過 然後我現在一一來跟你們分享 我當時選的衣服這樣子 第一套呢都是來自From Beginning的 就是你們當時有看到 我挑選的這個model 上面全身的衣服 那第一個就是我現在身上這個是 粉藍色系的碎花蓬鏽上衣 那第一套是我覺得我一眼看中 然後我實際試穿之後也很滿意的一整套這樣 From Beginning這下網拍在韓國 或是我之前常看韓國代購很多人都會戴 那他們家衣服的風格算是很好駕馭的 然後價位也不會到太貴 雖然CP值很高的類型 而且款式又滿多種 但整體來說還是主打比較韓系清新啊 和簡約可愛的風格 再來因為From Beginning 他們家的model才160公分 所以如果是這種小隻女孩跟我差不多身高 或是你本身身高也不高的人的話 他們家的衣服穿在model身上的樣子 還滿有參考價值的 然後這次挑了滿多這種花朵單品 還有像這種澎澎袖的單品 偏中偏大一點的花朵 可是穿起來完全不會有那種老氣感 可能是因為他的顏色關係 所以在穿在身上的時候 我覺得滿有那種青春活綠韓系少女的風格 我個人是喜歡澎袖設計的 但是我不確定大家對澎袖的接受度如何 我的肩寬本身是37 雖然是一般人的肩寬 沒有特別寬但也不會特別窄 那如果你本身是窄件的女生 我很推薦你可以試試看這種澎澎袖的設計 他會讓你這邊看起來比較有份量感一點 可是這個份量感呢 我倒覺得我這次挑的都不是那種 會看起來像橄欖球隊員的類型 材質也非常薄、很涼爽 這種襯衫薄料的襯衫材質 那再來褲子的話也是from beginning的 抹茶綠的算是寬褲 那這個寬褲呢也是屬於夏天可以穿的材質 他很薄很清涼 而且穿上去不太會有那種貼在皮膚上 覺得很悶熱的問題 可是因為他畢竟是偏軟料的材質 我覺得他的修飾度大概是 假設1到10分的話大概6到7分左右而已 以我來講是還可以 可是如果你很在意下半身的話 這個可能你自己要考慮一下 我覺得他對我來說穿起來是有那種垂坠感的 所以穿起來會比較有隨性的風格 像我現在收到我是沒有特別探過的 他的褲子前端都還是有這個打折線 至少他看起來是有一點點立體出來的 而不是整個平板貼在我的腿上面的 再來他的顏色我覺得也很好看 不會太飽和 所以在搭配衣服上的時候 比較不會覺得這件褲子很難搭配 反正是很好配的類型 然後我覺得我這樣一整套包下來真的太好看 我真的太喜歡這一套了 再來我當時還有買一雙鞋子 就是這一雙 這個算是蠻基本款的這種人質拖假腳拖 然後他是做應該也是仿皮革啦 但是會做的比較有造型感一點 看起來不會那麼的真的是穿假腳拖出門的感覺 就是看起來至少會多一點點造型的樣子 我買的size是24半39號 就我一般穿的size 我穿起來有一點點太過於合了 因為拖鞋這種東西實際是可以拿大半號甚至大一號 穿起來會比較舒服 我穿起來就是有一點點剛剛好切到這個後腳跟這邊 我覺得如果我戴了大半號應該會更好 然後這一雙很特別的是他的顏色很多種很多選擇 如果你們有在找這種可愛風 然後又可以日常搭配的假腳拖的話 這雙很推薦 尤其最近大家幾乎都待在家嘛 然後假設有出門可能就是簡單出門買個東西補個物資 那這種時候穿這種拖鞋也蠻方便的 那接下來第二套的上衣呢也是來自 from beginning 公主秀娃娃領的白色襯衫 那這個的話我也很喜歡 這個穿起來超級優雅超級有氣質的 他的雖然也是澎袖的設計 可是他跟我現在身上這件不一樣的是 他這邊的澎袖是這樣直直下來的 他沒有縮口 那我這個有縮口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可愛 大家可以搭配一般的原色牛仔褲 看起來會比較俐落一點 就是會有不同的風格 那或是我這件搭配我剛剛這一個 抹茶綠色寬褲 穿起來就會比較韓系少女風一點 這件的可塑性我覺得很高 那再來是還有一種搭配方式 我最近還蠻喜歡的多層次搭配 像我前陣子在淘寶開箱 有買那個天空藍水藍色的吊帶背心 這種時候那個背心就可以搭在外面 因為他這一件其實他的特別之處是在於 他領子的設計還有袖子的設計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在搭一個背心的話 有種特別把這個領子突顯出來的感覺 然後又會讓你穿搭上面看起來更有層次感 所以這一件我覺得他的可塑性很高 那再來第三套穿搭呢 是來自Ben Haru的 Ben Haru也算是一個蠻典型的韓系網拍 他跟From Beginning都是我自己本身就還蠻熟悉的 就是平常都有在看 他這件網拍有非常多基本款 而且他的基本款價位也蠻便宜的 然後也有一些是特殊單品 我這次買的是比較特別的單品 是這一個 這個也算是那種背心洋裝 小碎化的 這個好像是他們一個有點類似 紀州島的系列 紀州島旅遊系列裡面我看到的 基本上這個背心就是我最近一直有在嘗試的風格 裡面可能穿T恤 然後外面搭這種背心洋裝 然後因為這種背心洋裝 其實他的材質 算是很舒服很輕薄的棉料 所以即使是在夏天 不會覺得太過悶熱太過厚重 是對我來說我可以穿得住的類型 然後像這種背心洋裝呢 不要把它想的太難搭配 就是像我一般來說 可能穿一個淺色的短板T恤 然後配個淺色牛仔褲 這樣子是很多人都會穿的穿法 那如果今天你想要再特別一點 就可以再造一件這種背心洋裝 而且這一件我一開始穿起來有一點怕太過於童趣 因為他的花紋吧 就穿不好的話會很像那個 那叫什麼寶寶的圍兜兜 可是我自己實際搭配起來 我覺得其實還蠻可愛的 然後如果你配個相對應顏色的包包 像我是搭配 復古的紅色系包包 在外面 就整個人看起來是 有青春活力 很像大學生 可是又是 欸懂搭配的大學生的那種感覺 除了我的搭法之外呢 我是搭配也是第一件 from beginning的這個抹茶綠色褲子 那如果你沒有這種特殊顏色的褲子 其實就可以參考他們官方model的配方 他們官方model是配類似這種很淺很淺的 寬鬆軟料的牛仔褲 再來下一件呢 是來自這個Vanilla Milk的這個暈染 嗯這算暈染嗎 有點類似斑駁感的 透膚上 微透膚上衣 Vanilla Milk呢 是屬於比較個性啊 小辣妹風的韓國網拍 那這一件上衣呢 我必須跟你們說 我在我這一次入手之前 我已經觀光它非常久了 我之前是在MORE Korea的那個 韓貨社團裡面看到 我當時看到其實我就非常非常想要 可是我又覺得 我好像已經有類似的上衣 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之前在韓貨那個 WOW Korea的這個 我就覺得好像有一點點像 那我當時本來第一眼看見的是黑色的 我就覺得 黑色會不會跟這個太像了 就都是這種暈染啊 然後有點斑駁斑駁感的上衣 第一次看到這一件的時候 我先忍下來了 然後我沒想到 我就在Cody Book上面看到 而且我有稍微看了一下價位 Cody Book上面價位真的跟 那種偏便宜 跟MORE Korea代購的價格差不多 所以他們的價位 其實不會是那種 還特別賺一手很昂貴的代購費的那種感覺 那這件我實際收到之後呢 我後來選紅色嘛 因為我就是覺得黑白色 我有類似款了 我就選個比較特殊款的紅色 那紅色我看他們官方MODEL是搭配 一個黑色的牛仔褲 我就覺得 欸這樣搭也蠻個性蠻好看的 所以我自己的搭配也是這樣子 比較深藍色 原色系 甚至有點偏黑色的牛仔褲 穿起來搭配起來會比較個性 夏天的冷氣房內是穿得住的 當然到外面可能還是會覺得太熱 但夏天冷氣房我覺得這件是OK的 並不會到太過於門太過於厚重 然後這件穿起來的效果也非常好 我之前有在那個 有一部GET READY WITH ME裡面出現過 再來最後兩套呢 真的就是不日常 真的就是for度假出去玩的類型 雖然現在沒辦法出去玩嘛 但是我們就是要隨時準備好 可以出去玩的衣服 那等疫情好了之後 就可以穿新衣服出門 這樣隨時standby好 那最後兩套呢 第一個先來分享這一件是 綠色的有點像圍裙的洋裝 我忘記我是不是看到Cody Book上面的文章推薦 還是我自己隨便找找到的 但這個我當下第一眼看的時候覺得還好 可是他就有一種越看越順眼的感覺 尤其是他這個綠色 穿起來超級顯白的 他這件吊帶裙就設計 跟一般吊帶裙比較不一樣 是他在袖子這邊做的 就真的很像那種圍裙 可是你實際穿上的時候又不會覺得 欸我好像真的在家裡穿圍裙 要煮飯那種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有做到雖然是圍裙風格的洋裝 可是穿起來又特別有氣質 特別度假風 搭配個草帽就也OK 而且這個草帽也是我當時 我大概一兩個月前買的吧 那時候看特價的時候跟DAGO買的 結果也完全沒有帶出門過 但我自己在家就帶的也很爽 就覺得欸這樣配起來很好看欸 明明就是簡單的一件單品 然後配個BRA TOP再配個草帽 就看起來就很有那種野餐風 而且是很有女人味的那種類型 那他其實這一件沒有什麼修飾手臂的效果 如果你是希望遮婦如什麼的話 不用期望他有這種效果 他真的沒用 他就是穿起來上身效果很可愛 而且會把人的目光整個集中在你這件洋裝上面 我看他們官方model是穿那種 和聲的白色針織上衣 那種算是比較安全的穿法 那像我自己是直接搭配個白色BRA TOP也OK 就是可以露出你背部這邊的肌膚 特別跟你們說一下 他是有做內裡的 可是他的內裡大概只有半層 沒有全長 所以穿起來的時候比較不會有負擔 這件穿起來真的超級涼的很舒服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 能夠有他穿他出門的一天 那最後一件呢也是一個比較不日常的洋裝 可是這種洋裝就是特別適合 如果今天要跟朋友出去 或是特別跟男友約會啊 或是出去玩的時候非常適合的洋裝 這件洋裝的材質也是很薄料 很輕膚 再來他這個洋裝穿起來其實蠻有氣勢感的 我看他們的model搭配啊 反而是因為這件本身可能太有氣勢了 所以他們有搭配那個球鞋 還有搭配黑色的包包 壓住一點這個氣勢 帶一點點男孩休閒風 然後來搭配這個洋裝 其實也蠻好看的 那像我自己是搭配那個 也是算搭配涼鞋 然後我配了一個跟這個洋裝 有同樣色系的黃色小包包 那種手提包 我覺得會更大膽一點點 他就是跟我現在身上這件有點像 都是這種澎袖的設計 可是他這一件的澎袖呢 是有一點點電肩的 但這個電肩我覺得還好 我穿上去的時候本來沒有太大的感覺 因為很小很小一個 他只是為了把這個袖子的澎度做出來而做的電肩 然後他在腰間這邊是有抓皺的 就是是可以抓出腰身的 我覺得這件版型穿起來也很好看耶 而且穿上去就是會有種你真的贏了的感覺 很適合有特殊場合的時候穿啊 或是一樣就是出去玩的時候穿 這個我覺得穿上色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甚至如果今天想要有一點大膽優雅 大膽風的話 這件也是有一點達到那種微微復古的元素 而且顏色也很挑 是很繽紛可是又不會過於老氣的那種顏色 好啦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們喜歡這種類型的跟我一起逛網拍 然後我個人覺得我這是在Codybook上面買的衣服 幾乎都沒有彩咧 我幾乎都很喜歡耶 而且他們家衣服上新品的速度也很快 像我就有下載Codybook的APP 這一個 就隨時有時候沒事想看一下衣服搭配靈感啊 或是想要看一下最近有上什麼新品的話 我都會看 就偶爾會開一下這個APP來看 我自己是有事沒事會看一下 然後像他們有時候會推播說 所以進了什麼新的品牌啊這樣子 那也希望你們喜歡這類型的跟我一起逛網拍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說不定之後就會再出下一集新的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